接下來我們要教第一個電解 叫做電解水 電解水 教之前再重複的複習一次 我告訴你電磁、電解、電鍍 電化學要記住四件事 第一件事 誰在正極、誰在複極 誰接正極、誰接複極 第二件事 正極半反應、複極半反應 第三件事 實際上增加還減少 濃度變大還變小 顏色變深還變淺 理論上會的二 反反應是你就知道三 就知道三 還有一個叫做 其他 就你要注意這四件事 這是我們前面提醒過的你要背這四件事 你把它背好 好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是電解水 就是電解水的裝置 好 通水了 好 來 這邊要加氫氧化鈉幫助導電 我們八年級學過的純水 是一個很弱的電解質 不太會導電 所以我要加氫氧化鈉幫助導電 通直流電源 這個就是所謂的其他 這個就是所謂的第四點 其他要加氫氧化鈉幫助導電 接直流電 然後 第一句話 這邊就接正極叫正極嘛 接負極就叫做負極 所以背的是誰在正極生成誰在負極生成 正極產生氧 負極產生氫 正極產生氧 負極產生氫 我給你講過了 這個很好背的 你會寫字就會背了 你會寫字背了 你看那個氧啊 下面很多正 很多正對不對 你看那個氫啊 中間都很多橫的 很多的負 所以正極就生氧 負極就生氫 背就背好了 會寫字就會背了 會寫字就會背了 OK 所以正極會生氧 負極會生氫 然後呢 我可以加電解質 我可以加氫氧化鈉 還可以加硫酸 還可以加硝酸 也可以加氫氧化鈣 考試有考過加硫酸的 但是不可以加鹽酸 你加鹽酸會產生氯氣 反應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叫你加氫氧化鈉 可以改硫酸 可以改硝酸 可以改氫氧化鈣 但是不可以加鹽酸 加鹽酸反應不同 反應不同 好 第一個 誰帶正 誰帶負 對不對 那個叫做 其他注意事項 加氫氧化 方路導臉 通磁流電 還有 正一半滿意 不急 半滿意 好 來 來看 我們的接正有很多正 接負的很多的負 然後呢 負面把正吸過去 氫跟鈉 鈉的活性比氫大 鈉喜歡變離子 所以誰作用 氫作用 有輕血得到電子 所以會是輕得到電子 靈得到電子 然後正極把氫氧跟吸過去 都都氫氧跟嘛 沒差就都氫氧跟嘛 水式 這也為什麼會有氫離子 跟上面會有氫離子 水的解離 水的解離 就是氫離子跟氫氧 下面是氫氧化鈉解離 那禮子跟氫氧 它都是氫氧跟 然後被正吸過去 那都是輕氧跟作用 然後就寫成這樣 有兩種寫法 我個人喜歡上面那一種 表示是輕氧跟在作用 高中會說那不是輕氧跟 是另外一個玩樂 高中在講 我個人喜歡上面這個 課本寫的是下面這個 兩個水這個 寫字的有沒有好處會不會告訴你 寫字的有沒有好處會不會告訴你 所以你兩個都可以背 課本寫下面這個 寫下面這個有沒有好處 等一下會告訴你 我個人喜歡上面那個 是輕氧跟在作用 高中會告訴你不是輕氧跟作用 是另外一個玩樂 高中在說 高中在說 OK 好 所以你就曉得了 第二件事情叫做正極犯反應不極 犯反應 正極會產生一樣 犯反應有兩個寫法 犯反應有兩個寫法 上面一個 下面一個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個人偏好上面那個 課本寫下面這個 寫下面這個有好處 等一下告訴你 OK 叫做正極產生羊 半反應 然後呢 負極產生什麼 輕 然後半反應 半反應 所以第一件事跟第二件事情 誰在正極生成 誰在負極生成 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OK 好 這就是我們的電解水的產物 跟它的反應式就長這樣 請你把它盡住 要背好正極生什麼 負極生什麼 等一下還有別的事要出現 等一下還有別的事要出現 然後半反應式背起來 半反應式背起來 然後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色還變淺 濃度變大還變小 好 來 這也是一個會考試的其他 算會考試的其他叫做 體積比叫做2比1 輕比氧叫做2比1 來看圖 你會發現這兩罐的空氣是不是體積不一樣 所以有人在考這個題目 他就底下的電池沒有寫正負極 就是兩管 一管多一點一管少一點 那你就要知道2比1 2是誰 是輕 1的是誰 是氧 然後輕哪一極 負極 氧哪一極 正極 倒回去知道說誰在正誰在負 然後怎麼回事 所以叫做 體積比叫做 2比1 那質量比叫做1比8 這個用分子量就算得出來了 雅伯家傑假說 同溫同壓下同體積的氣體有相同分子數 所以同溫同壓下體積比就是分子數比 所以分子數比2比1 莫爾素比2比1 乘分子量就變成質量 所以質量比1比8 背好 背好 OK 背起來 好 正極產生氧 負極產生因 半反應是 體積比 質量比 然後 所以來 輕怎麼檢驗呢 古時候教怎麼檢驗輕呢 因為這個是以前就教過的 所以呢 就拿來問一問 結果 籤筒不見 放在這邊 來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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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檢驗輕 我們在燃燒沒錯燃燒燃燒什麼結果 爆炸 爆炸 藍色火焰 對 講話 講話 講話大不好 有人爆爆爆爆了一個火焰顏色 藍色 藍色 結果是我們上面怎麼教的 會使的現象發生 你說什麼 燃燦燃燒 Awak bye 燃燒的wow 篤燃對了 鱼鏡會復燃 你清楚了 就是檢驗 因為這以前教過 所以現在電解使完就跑一跑 背一背 OK 沒有問題 好 來 終於要講第三個問題了 質量增加減少 顏色變喘變 濃度變大 變小 都沒變 為什麼板子這個質量不會變 因為板子生成氣體氣體會跑掉 所以沒有附著 所以質量不會變 為什麼顏色不會變 因為水是無色的 而且這個不會影響濃度 所以怎麼還是水還是無色沒有變 可是氫氧化鈉的濃度會增加 為什麼 因為水變少啦 因為水變少啦 溶氣變少啦 溶石不變 那這個溶度會變大 所以就是氫氧化鈉的濃度會增加 這第三件事情 就是氫氧化鈉的濃度會增加 水變少 水等於不用費吧 都沒有變 所以不用費啊 也不用費 只有氫氧化鈉要知道一下能不能增加 第四件事情剛剛講過的其他就是什麼 要加氫氧化鈉的幫助 導電要通 只有那個所謂第四個其他注意事項 OK 所以這個整個世界要注意什麼事情 剛剛指榴我剛剛講過了嘛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加七朗花納的幫助導電 二 要通直流電 要通直流電 OK? 然後告訴你七朗花納有補實性 然後要你帶上手套 要用清水沖洗 不過你們大概都不會帶 你就手要下去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濃度也不濃 也還好 除非你的特別的一無一米 北炮炮 奶油桂花手 如果你手是進去拿出來 會感覺刺刺的 你就大量清水沖洗 不過正常應該就是沒太大 滑滑的而已 它還好應該沒太緊 因為我們濃度不大 濃度不大 OK? 不過說法是為了洗藥安全 是要帶手套啊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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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應該是這樣 OK? 再來就是 那兩個板子 它有針頭兩個板子 板子如果越靠近 它的反應就會越快 產生的氣泡就會越快 就是有人在選項中會問這個 有人在選項中會問這個 這樣子 就是所謂的電解水的狀況 OK 把該背的背起來 誰在證 誰在布 證及半反應 布及 半反應 B上給你不用背嘛 只要增加減少顏色 變成電解 再給你不用背 然後再來有其他注意事項 要加氫氧化鈉 幫助導電 要通止流電 OK 只有是我們的電解水